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次半旗是今天6月29号进行的一盘往旗 由黑方王兴浩对战白方朴廷环,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定式走法 右下方这个定式现在也是比较流行 黑旗外面拔花走后,然后白旗获得角控 黑旗就直接选择打吃,想要发展这里的大模样 那这个立方以后是有一个截针,白旗可以根据周围的情况 选择什么时候断打拼这个截 实战白旗三路拖继续在右上角掏空 这个局部一般我们见的比较多的下法就是黑旗往前压 然后拖先走下立方 确实现在这样定型的话黑旗更好 因为黑旗可以走到下方这个绝好点 又拆边又夹攻白旗 而且现在这个拆边的话,下方这里可以唯空 跟右边黑旗的大模样也呼应起来了 这样的话黑旗的空显得更加立体 所以说这手旗是双方必争的要点 实战黑旗飞的话白旗就不一定飞要补了 白旗可以先往下方拆边 这样这块旗安定,然后限制黑旗的发展 至于右上角反正黑旗往左边夹过来 白旗就往脚上端打 黑旗往脚上长一个,那白旗就飞出 这块旗肯定是可以安定的 实战白旗断打的话 就步调有些慢了 黑旗这个地方也可以先把这里的定型全部交换掉 然后再往下拆 实战黑旗保留直接拆 那白旗肯定要想办法安定了 AI的建议是白旗还是可以利用这个常用的手段 扳完之后跨端 黑旗打,白旗反打 外面断打,长一个,白旗就大跳出头 这个地方白旗也还好 实战白旗碰一个就是想要直接作业 黑旗扳,白旗可以反扳 连扳的话白旗粘先手再往下扳 这里白旗已经做出眼位了 然后下方这里黑旗还欠了一个断点要补 不过黑旗的收获就在于外面走后了 实战黑旗往下立 不给白旗借用 然后白旗脚上扳完之后再往上扳 黑旗外面断 这个地方直接做根据地的话 那黑旗往前长一个 然后扳完之后再往路虎 这样白旗还是没有活 而且黑旗下方这一块随时可以跟右边连回 黑旗右边拔花非常厚 作战的话也是黑旗比较有力 所以说白旗也没有贴住 而是往上打持 把旗走在外面 这样对于白旗来说更加容易出头 然后黑旗断打 再打持 白旗往左边小尖 之后黑旗脚上也就没有补了 先往前压 把白旗包进去 然后再往外扳 白旗反扳 以后外面这个地方白旗是非常薄的 有这个扳断的问题 不过现在因为黑旗下方这块旗弃紧 所以说现在动手肯定不行 黑旗如果说往这补一手的话 就比较平稳了 那白旗可以先把这三颗子跑出来 压缩黑旗的空 黑旗再往左边扳 那白旗右边已经获得一些利益了 所以说旁边这两颗子就可以直接弃掉 提掉 然后黑旗提 白旗左边安定 而且把黑旗脚上去块空打穿了 接下来就可以往右边继续压缩黑旗的空 这样白旗节奏也非常不错 实战黑旗选择二路打拔 还是先把脚上做活 那白旗冲下来 把黑旗分段 这个地方黑旗冲的时候 白旗不能直接度过 打吃气不够 所以说白旗拐入 黑旗如果说猴出来的话 那白旗连续爬都是先手 这样的话白旗已经长气了 可以再度过 黑旗打白旗站 那黑旗气不够 黑旗要走的话还是只有副节 那这个节对于黑旗来说是比较重的 打输的话 外面这块旗全死 然后脚上再被白旗提 这块旗的死活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黑旗也就选择比较简明的变化 往一路立连回 那白旗打吃做活 接下来黑旗左边半断 白旗断完之后并没有选择打吃 而是再往前长 想要弃掉脚上这一块 然后把外面包住 接下来白旗拐住收起 下的还是非常紧凑 那对于黑旗来说 单瞻肯定是最为干净的步伐 这个气比较长 然后以后外面还可以跳出来 白旗跳方补一手的话 黑旗又跑出奇筋 这样白旗左边还要继续安定 黑旗可以在右边围控 发展大模样 这样黑旗也不错 实战黑旗拐住的话可能并不是很好 看上去幕术稍微多了一些 不过外面白旗全部包扎住的话 白旗变厚了 然后脚上这里因为黑旗弃紧 所以说刚好让白旗的劫财变多了 以后右边这里白旗选择断打开截的话 那白旗就会更加有利 所以说黑旗在这里的定型不太好 接下来黑旗点方 白旗先往左边扳 黑旗断也行 反正打吃的话就沾出不了旗 实战黑旗作也 然后白旗一路立 这地方黑旗又不能断了 断的话白旗打形成一个截针 所以说黑旗团住 然后白旗拐头 还是比较看重外面这里 压缩黑旗的孔 沾的话跟黑旗这个跳方 交换的话白旗并不一定便宜 因为黑旗两边都是活旗 吃这两颗子价值并不是很大 实战白旗拐头 那白旗没有连回的话 黑旗也不用吃 这个地方还是跳方更加重要一些 实战黑旗吃的话反而不太好 以后白旗这种打吃 包括上面打都是先手 这里多了一些先手 对于周围的战斗就非常有影响 之后白旗选择开截 就是因为黑旗左边这里的定型 让白旗的截态变多 所以说现在白旗开截的这个时机 也是刚刚好 之后黑旗因为也没有太多合适的截踩 选择往右上脚长 当然这个地方白旗还是不用补 先往左边粘先手 然后往右边打 这个地方白旗下的就非常狠了 其实可以一手旗把这个截削掉 然后黑旗拐打的话 白旗再补一手 把这块旗跑出来 白旗已经比较满意了 实战白旗打在这儿 就是想让这个截 黑旗变得更重 那黑旗提白旗 左边打持 提截 之后黑旗再沾的话就有点缓了 还是应该往上拐打 先把这两颗子连回 白旗提掉这颗子的话 虽然说更厚了 不过上面这块旗 白旗是牵了一手旗的 黑旗可以点过来 然后白旗两边都有断点 这样的话黑旗目鼠增加了非常多 可能黑旗唯一顾虑的就在于右下角这块旗 本身是一道后市 不过现在被白旗右边拔花再照过来的话 确实在下方做活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地方白旗都可以连回 不过黑旗倒也还好 像右边这种地方跳出来 白旗冲断的话黑旗就大吃 这块旗也不至于死 实战黑旗肯定还是有一些担心 所以说站在这 这样出头更加顺畅 但是白旗提的话 等黑旗再往脚上拐住补一手 白旗飞出 等于说这块旗又活了 那黑旗这个时候全盘的空并不乐观 比较难下 接下来肯定要破坏白旗左边的大模样 从这里寻找突破口 白旗扎钉 黑旗飞 那黑旗最快旗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左边这里的根据地并不是非常牢固 白旗左边有这个一路硬腿 接下来黑旗跳出 白旗点次把黑旗走中 然后再破眼 黑旗联络 下一手旗 白旗冲的话 稍微差一点 这个地方应该飞更好 飞的话再挤 这个都是先手 眼位已经撑出来了 上面黑旗二有断 但黑旗补的话 白旗可以先往上面补旗为空 这样同时威胁黑旗大龙 白旗更好 实战 白旗只是往这儿冲的话 黑旗真的一个先手 这个地方黑旗就可以在上方安定了 其实这样下黑旗还好一点 不仅可以做活 而且直接把白旗的空破坏了 实战 黑旗肯定也是意识到现在局势不利 所以说 接下来的这个下法就比较激进了 在大龙还不活的情况下往这儿碰 那很明显会被白旗缠而攻击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再往前压 不过压的话 先不管黑旗左边的死活 至少黑旗上面这块可以活旗 这个是白旗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白旗下的也是非常狠 直接逼住 不让黑旗作业 黑旗斑白旗长黑旗拐出 这个地方白旗有各种手段把黑旗分断 比方说斑断 黑旗断打完之后打 那白旗长再拐出来 黑旗两边都牵了一手旗要补 实战白旗跳出也差不多 黑旗冲断白旗长一个 接下来黑旗如果说逃跑左边的话 那白旗往上方这里补一手 黑旗这块旗也要死 所以说黑旗靠出 长一个 那白旗往左边封锁 接下来黑旗从这里靠出来 这个地方对于白旗来讲是有一些陷阱的 如果说白旗随手往这冲的话就出现问题了 黑旗可以往外夹 这里白旗冲的话 黑旗打吃完之后再冲 这样的话白旗就挡不住了 这里要出旗 夹的时候如果说白旗长呢 黑旗接下来还有一个组合拳 就是往这碰 那白旗也防不住了 沾的话黑旗就沾出来 冲的话黑旗还是从那冲 然后把这三颗旗筋吃住 白旗如果说小尖的话 那黑旗再冲 这样的话黑旗不仅是跑出来了 还要反攻白旗这一块 所以说这个立方白旗冲肯定是不行的 直接挡住的话也稍微有点俗 黑旗可以往这断 断的话白旗打 那黑旗可以从这反打 沾出来这样白旗封不住 长的话黑旗沾 这里白旗也吃不住其筋 打吃黑旗往前尝 这个倒无所谓 反而白旗上方这块危险 左边大龙也没有活干净 往这跳加的话也加不住黑旗 这个地方黑旗两边冲完之后断打 打吃再沾 还是可以把白旗上面这几颗子吃住 黑旗又活了 所以说实战白旗还是选择单退 这样的话就暂时没有旗 不过黑旗因为这里不活 还是要寻找白旗包围圈的这个保卫 接下来黑旗断 白旗打吃完之后贴住 进气 之后黑旗在脚上动手 爬完之后再往旁边夹 那这个地方白旗一路搬 黑旗肯定是不能再这样补断 不然的话白旗往脚上补一手就活了 白旗活了 黑旗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说黑旗顶住 白旗打 然后黑旗再往路搬 加莱白旗选择的是断 搬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搬完之后断打 黑旗打吃完之后 从这儿打再打吃 这样黑旗可以活 因为白旗站的话 黑旗随时可以断吃 就跟上面这块旗连通了 实战白旗先断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旗打的话 白旗可以往这儿打 沾黑旗夹白旗一路里 黑旗往这儿跳一个破眼 白旗可以团住不断 这样就要形成对杀了 不过这里白旗是有眼的 而且气比较长 黑旗跟白旗对杀的话 也不太能杀得过 实战黑旗往这儿挤一个 那白旗打吃 黑旗往这儿继续打吃 白旗提 走到这里的时候 黑旗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说继续走下去的话 黑旗往这儿断打完之后打吃 白旗就沾 这个地方黑旗往脚上打 白旗可以反打完之后爬回 那黑旗搬不下来 然后黑旗要是往这儿沾 白旗可以沾 不断 黑旗再沾 接下来就看白旗如何选了 白旗先跑这两颗子的话 黑旗冲完之后 沾先手往这儿虎一个 白旗沾黑旗沾 这个时候因为白旗外面弃紧 所以说白旗可以先跑 虽然说黑旗往脚上作眼的话 大龙可以两眼活 但是我们注意到 黑旗外面已经支离破碎了 中间这两颗子要死 然后上面这个双板凳的旗形也要死 那这样的话 黑旗全盘的空已经差的比较多了 所以说白旗跑这两颗子 黑旗就不行 如果说往上打吃提掉的话 黑旗打 那白旗还是先跳出来 出头同时尝气 黑旗拐出 白旗就在这里补断 冲的话白旗逃跑 黑旗把中间这一块跑出来 白旗就往下方连落 这样的话 振得一个先手 再往上方补齐 其实跟刚才是一个意思 就是黑旗脚上大龙可以活 但是外面 至少上面这块旗 肯定会被白旗吃住 然后白旗左边大龙也可以连落 这样黑旗的空肯定是不够 好 那天板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